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數據的分析來作為我們市場產品的判斷 資料科學 它的威力非常強大 超出你想像的 實際上今年Facebook的建築時間 就證明這件事情了 這個 本來之前 因為我系統一直在爬每天 爬各類的資訊 可是他也有在打廣告 頂住廣告 日期就是這幾天 我應該是要打昨天晚上的事情 所以我迷了很多Facebook粉絲頁 他們每天在打的廣告 所以因此我確定 課分者沒有打廣告 這些爬存技術或資料分析的東西 實際上這些open source 這些就可以去解決了 所以當然WGET 克爾 還有Fentos S 它可以去下一些script的指令 去讓你去爬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下面 然後最後面實際上呢 到最後你會發現可能問你一些辨識啊 數字辨識 因為這些網站 他們要保護他們的資料 當然會怕 OK 機器人一直拚拚拚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東西 最下面這兩個東西 Image Magical 它只是做圖片放到縮小啊 對 它就可以幹了 做一些簡單的圖片的處理跟辨識 然後以及這裡 這個是在做文字的擷取 把圖片的文字擷取出來 當然呢 並不是百分之百有用 但不要緊啊 它百分之三十有用 那我踹三次就中了一次啊 這樣就OK了啊 換IP沒有用 爬存 換IP 怎麼可能會沒有用 我們就跳板啊 然後Parse啊 對 然後最難搞的 Google 不用看的 別忘記了 Google 是爬蟲 幹爬蟲 幹出來的 它根本就是爬蟲的大模玩 你這個小模玩 你這個小有的卡 要去爬那些東西 別鬧了 然後第二個 如果做市場分析的人 哦 不用看 哦 Senior Web 它資料很可貴 它有很多精準的 一些網站流量的判斷 所以呢 Senior Web 它防爬蟲 防得很嚴重 所以呢 對於爬蟲而言 你要把 Senior Web 的資料撈出來 密入起來 實際上你會發現 到最後你換IP沒有用 對 那時候我覺得 哇 果真 這些在搞數據分析 可以賺錢的這些公司 它實際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 方法去翻人家 其實因為我也不是怎麼翻 很簡單 它會去撈你 它會跑 JavaScript 去撈你裡面 你的 browser 裡面的什麼資訊 CPU Video Audio 所有的 plugin 的版本 還有 Play Phone 到底是什麼 全部撈出來 然後撈完之後做一個 unique ID 搜出去 所以呢 除非你換 BOS 的版本 或者是整個環境要換掉 或者呢 你根本 它就知道你是同一台機器出去的 所以呢 喔 這傢伙蠻厲害的 是因為會不會吧 當然呢 我也還是快快樂吧 沒有錢 然後呢 最後呢 台灣政府的資料 我一直以為快快樂可以趴蠻 對嘛 因為台灣的網站 我們覺得 都毆北澤 對 應該不可能翻這個 我對神經值 什麼叫神經值 我用神經值來形容 就這個 電子標案採購完 它就是所有的政府發包還有學校 工地學校的發包都會介入在這裡 所以呢 它是整個神經值 我沒有爬它喔 我只是手動在看一些絕標的資料 二十秒以內 看了五六筆 用Five Fuzz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問我布克盤 就是開始變字了耶 然後 點完之後 我再看幾次以後 接下來就把我的 IP BAN 掉了 所以他們知道這些機器很難撈 然後不要緊耶 你走馬就是 二十秒只能讓你看五次耶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不管你了耶 接下來就開始慢慢擋你了 就是神經值的網站耶 當然呢 我還是撈下來了 怎麼解決它 你只要大量的IP BANSI 就可以處理它了 然後布克盤編製 Image Magical 就可以把它做掉了 Five Fuzz 裡面是今年年初 總共撈了325萬筆 今年年初 但我撈這個 並不是無聊去撈 因為我是在做史達分析 我想要知道 台灣目前的建設 著重放在哪裡 長照 就是長照2.0 它所有的縣市經費的分配 執行效率 因為之後決定到 我們台灣這些相關的服役建設 到底政府的執行狀況 以及如果你是社帕地廠商 你可以往哪一個部分發展 因為政府現在經費真的很多在那裡 所以我後來發現 歷史最高金額 國防部的疾風狀況 1791億元 然後呢 決標還有附數 廠商真可憐 不是一筆而已 很多筆 我做完二十四以後 然後我還要給政府多少錢 我要給政府17億 付 這有看到嗎 就付了 其實資料庫裡面有很多辦 有決標的錢 一元兩元 真的 然後那時候想一想 我很想E-mail 告訴他們 你們有很多辦 後來E-mail完之後 他們就會知道 最近有點怪怪的 應該是你 在爬 後來我沒有幹 所以因此 我們會發現一些事情 今年四月 一到四月 我們會發現 臺灣在豐利的投資 這根真的是 跟旁邊來比 旁邊都是一整年 旁邊都是一整年 然後不然今年一到四月 就這麼大根了 所以呢 今年 臺灣政府 在做過 那個投資的金額 異常的高 當然我也知道 哪些廠商在投資 然後評審委員 是誰 我都知道 對不對 然後參加照顧 投資金額 今年也是 拉得很高 就是最右邊這一根 其中 投資金額最大的 從標語裡面去分析出來 是我們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 然後台北其實是蠻低的 台北在這裡 所以瞭解這樣 我就會熟悉 我們這整個市場 無論在哪個領地 太陽能夠幹嘛 如果我們是產生的話 我可能會往台中跑 因為為什麼 然後這個公司 所有利益 利益 利益 所有的標案 所以我會知道 我的同性質 今天對手是誰 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的自然圖 我們在市場分析 其實都會有一些滿點 直接看圖說故事 哇 這個產品 2012年12月 創造最高點 這是不夠趨勢 什麼 接下來完蛋了 這個產品就爛掉了 因為你看 一直往下爬 到現在也是往下爬 可是股票大跌是因為 它成長確定已經緩慢了 不過第二季還是創新高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種現象 很簡單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Facebook了 我幹嘛還要搜尋它 搜尋這樣就會遞檢了 一直遞檢 所以我們必須要搭配 請到數據 才能合理判斷 Google趨勢這個圖 它顯示的意義是怎麼樣 然後我真的很認真 在研究Google趨勢圖上去做 翻譯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個印 過Gmail的帳號 你的搜尋不列入紀錄 然後你用個印完之後 15分鐘以內 插入第二次 是擺PASS沒有用 因為我研究這個 我才知道 這張圖它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然後創辦人死亡的原因 應該有一些創辦人 包括我 我們發現這張圖 它顯示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最大塊 其實我們都希望 這用戶 曲線裡面的是用戶 我們都希望可以拿取最多用戶 就是這個曲線裡面的這個 然後最右邊就是很喜歡的產品 然後更右邊這裡是 極度恐怖愛死這個產品 沒有在我的死 所以呢 當創辦人在做一個產品的時候 他認為他的產品 市場 很大 推出來以後一定會有大量的用戶 他認為他的東西是非常極度好 我們再重複一次 他認為他的東西是極度用戶喜歡的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一種用戶 因此他的判斷 決定 推幅市場 全部都是變得怎麼樣 在這裡 所以創辦人的整個想法 全部都在這裡 他通過到尾 是在做極端用戶要用的東西 所以實際上 我們看到很多文章 會寫要看創辦人 都是在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再更加解釋 他是在做極度恐怖喜歡這個產品的用戶 所以最後用戶就這麼長 然後後來就工資掛了 然後躺進去棺材了 所以從劍橋這裡 現在我們分析 川普總共給了劍橋 總共給了一億七千六百萬 所以賣數據 你看可以賣得這麼漂亮 是選舉財 然後呢 但是事情搞得很大 是因為我真 劍橋事件 他可以左右選舉人的投票意願 因為他們可以做一些精準的廣告投放 然後去洗腦一些搖擺的人 所以他們大量趴Facebook的資料 用戶的資料 用戶的資料 我也是 所以劍橋幹的事情 我都幹 然後劍橋沒有幹的事情 我也幹 就是在做市場分析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點 其實這些數據 對於創辦人而言 I don't care 為什麼 第一個 創辦人 會去 將會去 創造一個比較市場 比較沒有的產品 或者是有市場區隔的產品 他本身就是 賭自己的身家 賭進去 所以因此呢 他會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 你再給他任何數據 他永遠都是覺得怎麼樣 這個 了解這個數據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 然後呢 你在給他現有的市場數據 歷史紀錄 他會告訴你 那是以前的市場 但是呢 這個市場目前沒有 我們因為有怎麼樣怎麼樣 確定可以開發這個市場 全部都有這個理由 然後呢 OK 所以到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那時候很好奇 那為什麼 川普 相信數據 川普他相信的 他果真 也辦他 打贏選戰的 至少在網路這一塊 打贏選戰的 然後當時事情鬧得太大了 然後呢 Facebook的創辦人 被抓去公廳會大陣 所以呢 為什麼川普相信 我那時候好奇耶 為什麼呢 所有其他創辦人 都不會相信數據耶 OK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川普 他是經濟 金融 畢業的 他所從事的 都跟錢 只有相關的 做多基 全部都是看數據 也就是 他所有經驗 全部都是錢 數據 他本身就是相信這個數據 然後 他最主要做的事 就是把地產開發 對 所以呢 因此呢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他的背景 跟一般 我們做科技產品的CEO 不一樣耶 他本身 就是全部跟數據有相關 第二個 Trust 信頼 為什麼 既然有這樣 他相信 那為什麼會跟劍橋買 這個數據 劍橋 兩個創辦人 幫他投資人 是川普的愛將 所以呢 他當然相信這些數據 能帶給他的價值 就是川普的 然後另外一個 實際上 很多創辦人 他還是會分析市場 真的有耶 花時間分析市場 然後最後買了一些 數據跟資料 到最後呢 他開款之後 還是自己的方向 補正正確 等等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數據 他沒有非常嚴重的去解析 你這個產品領域的東西耶 因為在市場分析 人員都是一半的人耶 然後呢 我也是在做市場分析耶 然後我是有 就是 黑看性質的人 一直偏偏找出一些方式 去挖掘一些數據 所以基本上耶 他們沒有這樣的人去做 一直到最後 他們創辦人 那當然 到最後看一看 這數據 差不多啊 這些數據都是膚淺的耶 因此呢 最後呢 他所有的決定都是自己 憑自己的意思去做決定 然後到最後呢 公司就創賽了 所以 我們看一下 就是 告訴大家耶 我要分析數據 都是相對論 愛因斯坦相對論 我們會找到 兩三個 統性質的 我才知道 我現在這個數據 趨勢到底是好 還是壞 然後走到天花板 也就是最頂端的 表現最好的數據 那我就知道 我還有多大的進步空間 我越靠近天花板的話 我的付出CP成整 CP值會越來越低 因為我必須要付出 巨大的成本 才能得到一定的成長 然後呢 串新產品也不要做好 也不要做法 串新產品 我說串新喔 並不是既有的產品 因為做好事情 認為的好 做法那完蛋了 這東西錯了 所有的錢資源 都投進去了耶 然後到最後呢 我就畢業了 OK齁 這個我會 Milo的一些網站 Google Google社群 Facebook Amalo等等耶 然後其中 Google 這個是爬城網耶 我的爬城系統 已經讓他以為是真的人 所以他不會問我 汽車 街牌 不會問我 到最後在幹嘛耶 我明明可以爬出一千多瓶 到最後他只給我一瓶 真的耶 我已經沒辦法煩你 我不確定你是真的機器人 還是假的 我給你一筆資料 甚至呢 有時候找了 找了就零筆 然後你只要再放一個禮拜 你再拍一次 就恢復了 一千多筆了 對 厲害的 Google Google社群 他已經沒辦法分析我 到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然後這順便提一下 如果要做產品 很多人說廣告啊 廣告啊 廣告快要靠廣告賺錢 麻煩請你去看一下 所有的聯報跟財報 美徒秀秀在香港上市 香港有財報啊 你推算出來他 他會寫回憶用戶有多少人 他的廣告依存有多少 算一算 你就會發現 你現在有多少回憶用戶 你預期能到多少 而接下來呢 再怎麼樣 也不可能比這些數字還高 你能賺的錢 每一個人每一天 那心裡有個疊了 你的整個行銷費用 cost 支出 你有多少用戶才能 達到這個規模 除了這些資料 我看財報 自己去算的 所以以下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系統 還有我自己算出來的 喔 來高潮喔 高潮哪裡啊 這是粉絲頁 粉絲頁 一般人 一般人 會 家的 粉絲 排行榜 東車新聞 一定特待 其實新聞類似上的 絕大部分 然後呢 當然還有美麗日報等等 其中還有什麼 五月天 還有水塔等等 所以我列出這個 我有想到一般人的 喜愛的需求 所以呢 看到一個我比較奇怪了 吳宗憲 很紅啊 曾萬廷 我知道啊 他演台劇啊 他為什麼爆量多啊 排名前幾名 後來看一下 曾萬廷的FBA 他是台劇的壞女人耶 他是台劇的壞女人耶 就是台灣最派的女人耶 曾萬廷耶 他粉絲 145萬 但是我們看這個 OK這參考 我最重要的是要看本職 假設145萬 每天只有10個人 回他的東西 或按讚耶 那不用看了 全部都死關關的啊 我看他的 他的互動度 倡議度 是 6.2 也就是他 所有的人 6.2%是有積極在參與 但6.2%到底是好還是壞 然後有人說 哇好好 那告訴我為什麼好 所以呢 我必須要抓 所有其他的人來做判斷 6.2% 吳宗憲和0.1 宗憲你們看了 因為他人在 阿拉拉在中國那邊了 所以粉絲早就半生了耶 就是偶爾 偶爾 Routine 推一下東西這樣而已 欸 欸 終於的話 0.4% 那新聞亂寫啊 新聞說什麼 他粉絲大量流失耶 是因為前陣子的事情 流失1.多% 他還有98.5%以上 對 其實大家都不會 把他粉絲 然後少儀威 很幸運 正妹 2.3% 你終於看到一個 很恐怖的事情 這個拍攝 真的有夠厲害耶 其實阿 可以 這事件很可怕 所以因此 他帶來了另外一個商業行為 他直接在他的粉絲頁 他粉絲有打廣告 他剛剛打廣告不是 對他自己的粉絲喔 他打廣告是賣化妝品 洗髮精 他粉絲頁 有在沒有打廣告的時候 自己貼 試用的結果怎麼樣 一堆人按讚 六千人 七千人 還有破萬人 超厲害喔 創造另外一個 新的商業模式 不是新的 他用這種方式 把他的粉絲 直接轉成錢 用不會排斥 很習慣 看他分享化妝 知道的結果 直接貼他粉絲耶 所以呢 看一下耶 這張曲線 這張曲線 這條線耶 是 我們搖搖耶 搖搖的那個 粉絲蒼餘度 左邊是% 30%有什麼樣 忽上忽下 然後最後的話 衝電把我衝到 衝到 最高點 然後呢 粉絲就關掉了 剛好就拆我到你這一天啊 我剛好爬到這一天啊 柯溫者一樣 也會衝出去 藍色的是柯溫者 所以 我爬五都 十幾個候選人 我沒發現 跳來跳去 是正常 因為你有些政策的新聞 得到更多的認同 如果你平緩的話 那完蛋了 從頭到尾你已經變成乳天耶 你所有的人 反正都好 安葬耶 不管怎麼樣 因為沒有話題性 沒有怎麼樣耶 所以比較晚之後 其實呢 透露出一個訊息 我們看一下陳其邁 因為我的在台北 所以呢 陳其邁他的粉絲蒼餘度 1.7% 同樣的敬感 林佳龍 並不是 林佳龍 林佳龍是上帕 所以你會發現耶 因為林佳龍 微微可疾 他一直在努力經營 所以呢 他寫的文章 會受到 他的粉絲的認同 然後如果很認同 OK 那長頂度就會變高 那陳其邁呢 喔 真的很平滑 他真的很低耶 是因為 溫調耶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從這裡對比 就會知道 我們在做行銷 在做經營的時候 我們到底還有 多大的成長空間 如果你好的話 你就是 倡語度要跟科學者一樣 但如果 你是 要 駁版面耶 可能你的倡語度會這樣耶 變化超級大 那我們要分析科文哲 我 這個分析是什麼分析 跟一般人 粉絲的喜愛程度來比 然後兩個相處 會得到賠償 喜歡科文哲的人 喔果真好家在 他們是最喜歡他老婆 所以呢 最願意加入他老婆的粉絲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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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就是黃國昌 所以我們會知道 如果我是黃國昌的話 我會知道 柯文哲的人不能得罪 因為這聯動關係 然後我特別舉出這個政治 因為政治我們都是比雷分明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確定 真的是非常正確的答案 我們都知道誰靠 柯文哲 超教育 3.3 比班人 3.3 所以從這個表 我就撈出了很多事實 跟女性的現象 如果我們在做女性產品 一樣 我要分析這個表 我會知道這些女性用戶 她們最喜歡哪些粉絲頁 那為什麼會喜歡 就我會知道我的產品的定義 以及市場 我們在Promo 廣告 我們要主打一些主群 但是這些數據 你們一定沒有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所以因此我剛才說過 我創辦人因為看不到這個資料 他只看到一些浮現的資料 到最後呢 他全部會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後比較好玩的是 OK 黃文鎮 現在當然黑掉了 因為他一直在黑柯文哲 只不過大家還是沒有把他本職業 disable 所以還是從這數據就可以看到 跟現在來對比 你會知道一些事實 然後呢 也比較好玩 海綿寶寶 金與露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一些搞怪的 一些流 就是金與露 這個我很理解 最怪的是這個 金雞格格 這個 幼幼的 對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倍數還會半多 3.5倍 然後我沒有時間去研究 為什麼 我只Google一下看 是不是因為新聞流化劑 沒有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喜歡科文者的人 也很喜歡 3.5倍喜歡 香蕭哥哥 不知道 喜歡科幣的人 討厭什麼 這個 大家心裡有去接嘛 我就佛團啊 中華民國 這樣子 所以 你們在做產品 如果有這些數據 你們會知道你們用物群 怎麼打 什麼就不許 那喜歡什麼 當然我們做產品 不會靠那 所以 所以 喜歡科文者 對台灣是這個 所以你想要拉科文者的 中間選評 你不要談九二公治 他中華民國 會完蛋 因為你拉不過 但是有的就是這樣 最近還談九二公治 對 就是我們叮咚叮咚 這張表 柯文者 這張表 你們看一下 他是什麼樣的職業跟屬性 就是在位的工程師 有一個很極度彌補 第一名會按葬的 叫柯文者 這個是很極度 通常都是行文 沒有 所以工程師很恐怖 都是柯文 所以我才敢這樣 搶這些資料 否則我找到Facebook 這樣 第一名 很離譜 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般人的耐厭 喜歡柯文者的 其實呢 裡面沒有柯文者 這是Facebook的倡語度 因為這是為了做商業分析 所以我會知道我是什麼類型 倡語度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它的高標優勢是什麼 好 我們看一下 微信登領 AI 但是我在分析這個時候 我花時間去研究什麼 全世界的 美國 全世界出開的職券 它後來除我意外 微信登領的職券數 比例這麼高 報個券數這麼低 所以我們從新聞上面 我們都會認為 我們想像中 報個券 怎麼樣 但實際上真正 公司開的職券 情況是這樣子 出乎你們想像 我 也出乎我當時的想像 不信登領的職券 可以分析這些 最大的量還有職券是金融機構 然後以下一些有 沒有 所以呢 我會從用物留言去分析一些資料 所以我大量趴 Pistar 阿滿樂 當看的留言 我得到了 阿滿樂 Echo 它的銷售量 銷售量 它會跟留言完全成對 正比 所以呢 2015年 這些Pistar 都是儲銷以及 爺爛解 而你現在 但是看起來 會開始 煩 煩 這都已經變成半 了 是因為其他的技術對手 他進來了 所以留言非常重要 像是留言 你可以看到什麼 一個玩具 它會寫 它有多少 它的小孩子 是boy 還是 sang 然後dottor 就這個玩具 我本來以為 這個有點像一隻玩具 以前我們 以前我玩過麵包版 可是擦一擦 喇叭就該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小孩子就會覺得好玩 一樣 這個玩具居然女生 不少 2.7級 然後呢 那真正玩 產商做8歲以上 其實留言全部都是5到8歲 所以你將做產品跟行銷 你應該鎖定5到8歲 你會得到更大的CP值 花更少的成本 成本 成本可能怎麼樣 變成以前的 50% 20% 非常巨大 8.用電我也分析了 用電跟溫度 結論呢 29度 到30度 32度 的時候 用電會飆升 然後這一段 我們的用電 會吃掉18% 用電 然後之後就平緩了 因為該開冷氣的都開了 32度以後 這就是推演通它的用物量 從第一天 到它RIP 到我的笑話 所以其實呢 這張圖 然後這個是 死我 後來我發現 去年年底我又發現 它確定 整個中心意義到哪裡 一直打開了 然後呢 死我那個APP 它就放生了到現在 所以從這些數據 最後我得到一些 有用的資訊 就是 市場分析 它極度可知化 我每一個都要分析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因此 它的本坎極高 它能做的東西 都是很極端 要省得 不過呢 它確實是可以幫企業 如果你信賴數據的話 至少窗戶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了 有用 付出一七千萬 甚至六千萬 所以這是我今天 大概要分享的一些東西 然後 我會請大家 放在該放的地方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 最後 如果想看我一些文章 可以看一下我的Facebook ch.tw 所以最後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謝謝CIH的分享